论语 中庸 大学等等这些中华文化的经典 是集结了古代圣贤他们几千年下来的智慧还有思想 同时呢 也塑造了中华文化圈的传统价值观 那有研究就显示 儿童如果能够抓住机遇 来背诵一些永恒的经典名片 那将会对他们的一生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为了鼓励小朋友从小就诵读古代经典 那国内有一个教育推广组织 他们每一年都会举办小状元经典诵读评鉴会 而今年是已经来到了第十八届了 有超过两百名的考生他们报名参加了 而且当中还包括了有很多的友族同胞 而这也凸显出了经典教育是不分种族宗教的 一大早龙血滑糖里 挤满了钱来参加经典诵读评鉴会的小朋友 你看这名今年才五岁的小男孩 虽然逗大的字认不了多少 但却能将厚厚一本伦语朗朗上口 不如神经无神为了毛而不容 不过经典以文言文为主 小朋友真的能够理解吗 我们是利用小朋友的超强的记忆力的黄金石段 让他背诵一些有价值的经典著作 虽然他是不太了解 但是假以时日 他们慢慢地在生活之中 他也可以理解 虽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 但经典的内容早就已经生根孩子的心中 并在日常的生活中 潜移默化孩子们的心灵品性 而孔夫子这一份博大精深的思想 不但跨越时空局限 也打破了种族与宗教的番离 就连丝毫不会中文的印语家长 也都把孩子送来参与诵读经典 我们并不太知道 但是看着三个基础 尊重你的父母 与宗教的 与宗教的亲爱 所以我认为是正确的路 所以我们很开心 平坚结束后 一个个小庄园们 带着庄园帽 浩浩荡荡荡地过庄园桥 接受众人的祝课 仿佛古代的高中科剧 凯旋回乡 虽然火灯名为评鉴会 但亦不在考试 更重要的是希望孩子们 能够听圣贤经典 讨演心情 奠定将来一生 文化和修养的根基